化学兵进驻消毒 从里到外都不放过 台北环南市场疫情再起 事故7月1号接获通知 41人PCR阳性 7月2号凌晨立刻进行管制 直到早上7点半将所有摊犯撤出 而这回爆出的41人当中 仅有12人是摊犯 其他29人都属于流动性的捆工或搬运工 年纪轻而且多是无症状感染者 旧旧里头的摊犯指出会爆发染疫 不是没有原因 据他透露油味卖性香料的摊犯 感冒好几天人无事防疫规范 执意要进场工作最后确诊 而这也跟市议员吴沛毅 接获的爆料不谋而合 吴沛毅说在6月28号当天 环南有74人坐巴士去打疫苗 事后裁剪其中一人竟然确诊 还让其他73人都被匡列隔离 环南市场自治会代表龚瑞权更说 这次爆出的41人 其中有两人就是被隔离的摊伤之一 疑似就是因为跟确诊者同车过染疫 然而市场处表示无法证实 卫生局也说难以比对资料查证 只是随着越来越多潜在感染源被揪出 市府还要持续扩大筛检 甚至连市场附近的居民都被纳入 对啊 没关系 就配合政府的防疫规范 OK啊 对啊 一定要去塞啊 中央地方如龄大敌 只判可能失控的情况能够获得控制 TVB熊花烧梅林抢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